这一步推动12年国教 希望达成免试入学的目标 可是又担心国中毕业生的素质会变差 所以拉高了毕业门槛 也导致今年无法领到毕业证数的国三生人数可能会破完 考考考 台湾学生大小考试不断 为了降低学生压力 教育部力推免试入学 但为了确保毕业生品质 今年拉高毕业门槛 但有立委统计下来发现有上万国中生无法毕业 目前国中有综合建体 译文 语文 数学 自然与社会其大领域 原本国中生只要在三年级下学级三个领域及格就可以毕业 但现在改成国中六个学期 平均下来要拿到四个领域及格才能顺利毕业 立委统计这样的改变让无法毕业人数 从往年的四千多人暴增到二到四万人 今年估计有高达一到两成的学生可能无法领到毕业证数 对此教育部表示学生可以补考或是通过补救教学来领到毕业证数 但教师工会炮轰 教育部补救教学资源根本不够 只会累死基层老师 拉高毕业门槛虽然可以确保学生素质 只是相关配套不足恐怕会造成更多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